48. 南方都市報 江門第二屆兒童電影節開幕活動將持續至今年12月底 2015年7月13日江門AII 08謝庭昨日 江門第二屆兒童電影節在息息中國環球影城開幕 本屆兒童電影節包括組織兒童到電影院免費觀看電影 與民故事課本劇小演員海選並參與拍攝等內容 活動將持續至今年12月底 南都信記者謝亭通訊員譚月芳昨日 江門第二屆兒童電影節在息息中國環球影城開幕 本屆兒童電影節包括組織兒童到電影院免費觀看電影 與民故事課本劇小演員海選並參與拍攝等內容 活動將持續至今年12月底 本次活動由江門市民聯、江門五一影視文化協會共同主辦 旨在通過播放兒童電影、選筆小演員、拍攝兒童提材電影等 讓孩子們在觀看電影、參與電影拍攝的活動中開闊視野、獲得新資、 提升創造力和想像力、讓電影陪伴孩子們健康成長、活動內容 包括組織兒童到電影院免費觀看有趣有意義的電影、 與民故事課本劇小演員海選並參與拍攝、舉辦親子幸福視頻大賽等 其中,校園課本劇與民故事已於去年開始選國 目前正在江門選拔小演員 據悉,與民故事是中國首部九年義務教育與民系列校園課本劇 共有687集,其中60多集在廣東攝製、在江門攝製四集 該劇將作央視網及山東教育頻道和118家地方電視台播放 其中將於今年8月在江門攝製的四集 選取了本地著名的人民歷史景點為背景拍攝 如良、W、故居、開屏雕樓、崖門古戰場和色色中國環球影城等 江門五一影視文化協會會長、廣東色色分紗攝影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成表示 舉辦兒童電影節技級孩子們送上了豐富的影視文藝大餐 又有利於畫骨和培養江門影視文化藝術人才 推進江門中國電影之鄉建設 增強江門市影視文化藝術發展的實力